就是 接下來我們講六點二 IO 系統的可靠性 可用性和可信性 那麼這個三個參數的英文分別是 reliability, だ吧 availability 那是可用性 还有dependability是可信性 所以是这三个指标 那么处理机的性能呢 现在人们都很关注它的各个方面 其中很重要的也关注它的可靠性 好那么系统的可靠性是指什么呢 是指系统从某一个初始参考点开始 一直连续提供服务 都正常的提供服务 对吧 那么它的能力的大小 所谓能力大小就是说 你能力强 那就可能连续的几天几夜几个月 都能够连续的提供服务 不出问题对吧 我的能力差的 我可能工作两天就不行了 啪出个问题 你给我修好了以后 接着来那重新算起点在这里 然后再往下工作 说不定我工作了这个100天 超过三个月了 那你这个就厉害了 所以这就一个叫什么 我们用一个时间叫做MTTF 就是平均无故障时间 那么这里一个英文就是硕写了 这个硕写是英文是什么呢 meantime to failure 就是说你开始工作算起 然后一直工作工作 工作到出故障了 不能工作了 那么这段时间有多长 我们就利用来衡量 这个叫做无故障时间 那么MTTF的倒数 就是系统的效率 对吧 倒数嘛 那就是说这个多少百分比是在工作的 那么这个就是系统的效率 系统的效率 好 那还有这边有一个 如果系统中每个模块的生存期 服从指数分布 那么系统整体的失效率 就是各部件的失效率之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就是可用性了 系统的可用时间 可用性 可用性是指什么呢 指这个连续系统正常工作的时间 在连续两次正常服务间隔中 所占的比例 就这个意思了 就是说你这个无故障工作时间 对吧 刚才讲的这个系统的可靠性 讲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MTTF 然后被什么来除呢 被无故障时间再加上 这个修 修复的平均时间 Mean time to repair 对吧 这个平均修复时间 就是说你出了故障 那么我就要修 修好了以后再开始工作 那么就是后面又开始 能正常工作了 那么就上一次正常工作开始 到这一次出故障以后 然后修好了 接着再来能够正常工作 开始 那么这两点之间的间隔 所以就是说 系统的正常工作 两次的 连续两次的这个间隔的 其中有多少时间 是正常工作的 比如说你正常工作一天 好 后来我说问题了 维修花了一天 然后又开始工作了 你看一下这整个 从这一次工作 到下次工作之间 是隔开是两天 其中一天是正常工作 一天是维修 那你这个的可用性 就是50% 可用性50% 好 如果你一天正常工作 你99天正常工作 然后后面呢 有一天 后面出了问题 然后呢 花了一天给它修好 那么就每100天里头 你99天都是工作正常的 那么就是 它的可用性 就是99% 好 这两个加起来叫做 平均时效时间间隔 叫做MTBF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系统的可信性 这个可信性就是什么呢 服务的质量 那就是说 这也大多大程度上 可以合理的认为 服务是可靠的 这个是就是 比较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说明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可以讲 就是说 你可以认为 比如说这台基金为你提供服务 对吧 它的质量好坏 也就是说 你靠它的话行不行 可以不可以相信它 一定能做好 对不对 如果你要知道 它的质量一都是很高的 而且呢 出故障也很少 那显然它就是提供很好的服务 对吧 还有的话呢 比如说它这个经常出故障 修起来又慢 那肯定显然它的质量是不行的 对吧 这个是系统的可信性 好 这里呢 讲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一个磁盘子系统 这个 它们的各个组存部分的MTTF如下 比如说磁盘子系统 由十个磁盘构成 每个磁盘的MTTF呢 是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一百万小时 好 还有其他的 什么SCSI控制器 不间断电源 风扇 SCSI连线等等 它们的MTTF 能够正常工作 都很常很常 是吧 假设每个部件的生存器呢 服从指数分配 那么同时假定各部件的故障 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求整个系统的MTTF 好 这前面讲过 这个如果它是服从这个指数分布 而且是相互独立的话 它的时效率的话 应该是所有的故障率的话 应该是所有的部件的故障率 可以加到一起 是吧 也就是说呢 是这样的 每个部件的故障率是这样的 对吧 时效率是这样的 是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加起来 其中呢 有一个是十个嘛 因为这个磁盘 系统有十个磁盘嘛 每个磁盘的MTTF是那么多小时 所以倒数分之一乘上十 等于是十个这样的东西加起来了 最后把它们加起来 这多少呢 是一百万分之二十三 各是百千万 一百万分之二十三 对吧 然后这个是失效率了 然后再倒数 就是它的平均五故障 这个时间 对吧 那么算下来呢 也是蛮高的 还可以有五年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系统的可靠性 怎么来提高呢 那么我们的主要是用这样 这样的办法 就是说我要把一个系统 提高它的可靠性呢 很显然我就要把每个部件 都要把它提高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提高它的系统的可靠性 可以有两种办法 一个叫做有效构建方法 valid construction 对吧 就是说我们在构建 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呢 要想办法消除故障隐患 这样构造的系统呢 让这个系统呢 就不出现故障 就是我们想方设法 让这个系统尽量的 不会发生故障 不会发生 知道吧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构造的方法呢 要 他这里讲是valid的 要有效一些 更可靠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想办法消除故障隐患 这是第一种方法 是说把故障给它消灭掉 第二种呢 不是 是故障还是让你出来了 然后我想办法把你纠正了 这个叫什么 叫error correction error correction 对 就是纠错方法 采用纠错的方法 对吧 就是说我这个系统呢 有容错的这个技术在里头 即使你出现故障了 那比如说你出现一个错误 我能够呢 自动的把你纠正过来 让你这个外面看不到有错误 所以能纠的话 那就不用往外报告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呢 一种是后期纠错 方法上纠错 还有一种呢 是在这个构建方法上呢 它是让你不会产生这个故障 这是不一样的